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不同肤色 操着不同语言 但大家都是为维护世界和平 守护世界安全 寻找新思路 探索新办法而来 今年初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 北京香山论坛被纳入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平台机制 因此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聚焦 共同安全持久和平主题 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 议题设置也紧扣国际安全关切 包括大国责任与全球安全合作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中的作用 等四个全体会议议题 以及东北亚安全趋势与塑造 核风险与全球安全 人工智能安全 等八个平行分组会议议题 议坛还举办了包括 中外青年军官学者研讨会 等特色活动 以及议题涵盖全球南方 与全球安全治理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基带等小型研讨会 让更多与会代表拥有参与感 可见 北京香山论坛的一个重要角色 就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安全舆论场 可以表达对地缘政治 国家安全及国际安全的想法和看法 在全球化时代 中国的发展已与世界发展融为一体 中国的安全也与世界安全紧密相连 北京香山论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断发展壮大 一路走来 论坛致力于共商安全打击 始终与人类前途命运同贫共振 论坛积极回应各国关切 从聚焦亚太到关注全球 从防务安全到国家安全 从传统领域到新兴领域 为解决重点问题 限制限策 当前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的大背景下 西方国家以事相凌弱舍他保己为内核的传统安全观 引起了众多国家和民众的不满于反对 世界多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迫切呼吁在全球方面内 树立以平等互信为基础的新安全理念 本届论坛共同安全持久和尘主题 就是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共赢而非联合的新型安全之路 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共同安全持久和平 是针对当今世界安全困境中的种种症结 提出的切实可行指导性方案 为构建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剥划了蓝图 既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安全治理经验教训的 凝炼和洋气 也彰显了东方文明和身贵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底蕴和底色 在国家间交往中 不同于西方价值观中动辄强加于人的霸道做法 中国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强调兼容并蓄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北京香山论坛一如既往的秉持平等 开放包容互建理念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平台 支持他们表达自己的安全关系 安全诉求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当今世界各国处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北京香山论坛将集资广义博彩仲长 以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影响世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